百乐与草猛 今天要邀请 阿叻姐 安心我帮你夹着她 我保护你 因为上一期我们拍的时候 就说阿叻姐没有出镜 那期只是帮我们做导演 今集自编自导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介绍一下 如何才可以课金给我们 这对我们 对我们观众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观众在期待货金给我们 期待了不知如何处理好 你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好玩的一件事 我们有两个方法 暂时来讲一个是支付宝 下面这里就有一个QR Code 就是卡了图 你就放在你的支付宝 自动就进入我们的币 你喜欢货金给我们多少都可以 其实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放一个特别的号码 我只会买一张号码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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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 多就不要了 放八万八千 就算了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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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illion 開門利是 另外一個就是轉數快 轉數快是很方便的 如果有用轉數快的帳戶 打這個數字 6366231 就可以進入我們的帳戶 我突然間要擦開一點 課金就要課 另外我想問問 為何今天要做蒙面超人 因為沒有化妝 我平時如果不是要拍攝的時候 就不化妝 很漂亮的 而且這個面膜很漂亮 我剛開始也沒有想過你拍攝 上一集雖然說了 你又忘記了 今集是不化妝 那就算了 掃眼 我盡量擦大眼睛 大家看不到 很多觀眾想看你掃眼 那是課金才說 你們現在是課金 我脫掉你的口罩 嘩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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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不是聰明姐 是聰明姐 聰明姐 誒 誒 我以為你的嘴角 頸 有些咖喱雞之類的 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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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數快,你用過沒有? 他剛才說以上兩樣東西,我都沒有用過 我和他是那個年代的人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不過這個方法就不是太推介大家做 因為這個我們就很慘了 這個方法會令到我們有一半左右的金就沒有了 但是大家支付的方式有多一點 就直接走現在你的手機 這個螢幕,這個叫什麼? Like的旁邊就有這個叫 Thanks的旁邊 有一個 Thanks,你按下去 你自己就可以選用不同的支付方法 還有數目,還有有沒有Message要留給我們 都有的,是 有一個方法可能更好些 例如你留一個帳戶給觀眾 他們就直接寄支票來 這樣就可能又不會被人中間落脈 不,不,那是中間落脈 其實支付寶和轉數快都可以做到 其實很多人現在都在用這些方法 你們要更新一下才行的 我喜歡收Cash的 我們那個時代是Cash is King 通常代了很多現金 是嗎? 是嗎?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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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給你一遲點 我還要花錢 我試過一次 阿簡給我8千元 其實那8千元我是幫他電資了 不知道叫我做什麼 我真的忘記了 電資了8千元 你給我8千元 就應該了 他肯定死了 給8千元 昨天叫你買個馬書 給你8千元 他一來沒有叫我買過 二来呢 他哪有那么好死啊 叫你买输了就你自己死咯 怎会这么好死给他8千元 那8千元呢 纯粹我帮他做一些东西 我忘记了是什么了 可能是登广告 或者某些东西 我帮他电支了8千元 他说神粗给了cash 我当然了神粗 通常都不止8千元很新的 为什么要拿那么多钱去神粗 我怎么知道他 那时代各个都带着很多现金 我有很多时候都是一毛钱不带走出街 现在是啊 因为很多钱交易都是用手机就做到 那时候不是啊 我试过一次在广州 最记得在麦当劳 晚上11点多 我就买个包子 买完包子之后 我就在吃包子 途中看到一个女孩走进去 他刚刚那个 不知道他大陆用的是不是支付宝 还是什么 微信 用微信和支付宝也是 那经理就跟他说 就说不收微信 不知什么原因 就说收cash 第一个女孩 买个包子几元而已 她真的没有cash 就是吃不到包 接着很久 第二个女孩走进去 她又是 没有cash上身 又是吃不到包子 买几元也没有 几元也不单身 是啊 大家都不带钱 很多人都 你没有看过 坐头的搞笑 那些吗 现在不知是否都是真的 就算你给黑衣 都是支付宝的 哦 不是啊 真的啊 是啊 就是讲句 黑衣 支付宝 一会儿你偷了 人家最流行 在河河那里拿走 哈哈 黑衣兜到打饭吃 哎呀 你思想 吃饭给她的危险 都会有人 黑衣兜到打饭吃 拿出来的 就是 黑衣是否就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中国是 就是内地 是用很多电子支付的东西 但是现在 现在很多那些 那些网上 骗钱的那些 所以呢 我就很怕那些 真的 其实如果 他骗钱 你又会被人骗到的 你可不可以做 cash 都其实是会 骗到的 哈哈 这些事情 你都不知道 是吧 你不上网也不知道 所以 那 讲这个支付宝 就讲到这里 是的 大家记得点赞 和留言 是的 那我们呢 有一个话题 都发生了整个礼拜 都可以补充 讲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 本来新鲜些 不过呢 就只顧着 建杂骑士 学校五十周年 纪念杯 那就没有讲到 就是 苏保罗 我们之前也讲过 那时候 疑似 疑似 但是后来呢 我真的听过一个 马主跟我讲 苏保罗的马主 那他就说 其实呢 苏保罗呢 贵宗那时候 那些人传他呢 他就去 已决的了 即是一定走的了 当时已决定走 但是呢 应家拍就叫他 喂 你传媒爆了这些东西出来 你快点去澄清一下 那他就逼着他 这个是指定动作来的 指定动作 是啊 是吗 那件事你也知道的 是啊 都是指定动作来的了 就是不要那么早爆了 不要说出来 是的 不要说出来 要上头稀准才说得 那他就唯有说 哎 我不是不玩香港 我不是不玩虫化而已 但是 接着下来呢 很多举动 例如 有些马主 想有一只新马 放在那里 不用了 他都远距离 那 很简单 练马师最希望拿到就是新马 旧马都没那么开心 那他都可以 新马不接收的 就一定是走的了 那走之余呢 我们都好像说过 早几期说过 有三位的本地 副练 就是interview了的 一位呢 就是 慕慧杰 一位呢 就是 嗯 怎么啦 五彭志 就是五碧娟 的儿子 另一位呢 李兆曾 就是 何言的副练 嗯 那这三位呢 呢 这三位呢 就很快的 六月十日呢 马会就会公布 那个牌的 就是 来近一个星期五呢 嗯 就会公布这个牌照的了 嗯 那我们呢 下一期节目 可以看一下 就是当它公布了之后 人选 或者是怎么样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啦 或者 下一期呢 就是 有机会就讲一下 嗯 但是呢 就是 现在呢 就催这三个啦 嗯 另外呢 就好像有一个建杂生呢 就准备回来的 是啊 就是叫什么名字啊 叫中 中液礼 中液礼 在南澳騎 我看看 那些资料 很多都是南澳回来的 是啊 周俊乐也是 潘明辉也是 是啊 那他说他呢 就已经是 即将是 即将是 获得签法 这个的 建杂騎司牌照啦 嗯 安排他7月下旬 或者8月期间回来啦 然后9月呢 就可以在新马区里开始跑的了 那他说呢 他现在啊 中液礼 就在南澳到客串的时候 这个成绩挺好的 暂时呢 是赢了51场投马 其中有17场 是在一些城市的马场那里 那里拿的 嗯 嗯 那暂时呢 是居于这个 南澳騎司 农夫榜的第8位 嗯 那他没有啊 看上去都挺好的啊 没有啊 周俊乐这么厉害啊 周俊乐呢 他如果不回来香港 就拿了南澳冠军騎司 是吗 哦 那你知不知道呢 其实我呢 我在澳洲 但他们又说减磅 就很厉害了嘛 不用说太多了 哈哈 那你有10磅 你讲完澳洲的精力先 我也在澳洲騎过 但不是南澳 在北澳 我在北澳 哦 是啊 在北澳騎过 是不是那些 騎司錦标赛那类 不是 是当年 那时候他还没做 后来做了 马主协会主席 即是 送之前的那个叫什么呢 杨国琪先生 嗯 杨国琪 早几任的啦 是 杨国琪很早 他就邀请我 因为那时候 我帮他騎马 不知道他那只马 忘记了了 好像是欧雄那是谁 那他就邀请我去那里騎过 在北澳 Darwin 达以文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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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记错 是第二任主席 马主 第一任是马姓 他 跟着呢 吴松之前 有很多 陈耀星 星哥 我说 慧智良 慧先生 还有一位姓劳的 都是金中金的马主来的 那说起南澳和北澳 当然是南澳水准高 北澳就是 真是 山卡拉里的 我也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分 我以为澳洲是分东和西 这么大的地方 主要 我以为是这样分 不是这样的 澳洲都是难得分的 是吗 有时听到西澳 有西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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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有时听过这些 我想东南西北都有分的 就是中国那么大 那么大的时候 又会有东北 又会有西南 有形状 好像意大利 主要是北和南 就是这样的 这个直接是 对啊 你说东西 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不过呢 刚才你说的 中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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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字怎么写的呢 白居义礼 所以不知道它是读中义礼 还是中义礼 对啊 白居义就一定是要读白居礼 白居易就对了 对啊 对啊 都长了大不义 嗯 那 近时呢 我们有个 理义礼 对啊 我们刚才说的 理义礼 理义礼 不会叫他理义礼 这个呢 真的要问他本人才知道 对啊 或者看他的英文名 究竟是义礼 还是义礼 那你知道呢 容易就读义 交易就是读义 那是两个读音的 但凡这两个读音呢 这一般呢 我们都会尊重那个 名从人缘 对啊 没错了 名字是谁 那他说怎么读 就怎么读 那以前呢 都发生过一个 比较有趣的事件 嗯 就是有一只马呢 叫做封伟寶寶 又叫做礼伟寶寶 那为什么呢 他就用没有封的封 就不是我们的 现在写的很多笔 他就是一个曲 一个斗 一个曲 就是曲线的曲 然后下面呢 就做一个斗 就是一粒斗的斗 那曲斗峰 那现在没有峰 都是用这个 那当时呢 初头呢 就有些人读 礼伟寶寶 那后来 马主就要求呢 就读 峰伟寶寶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原来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峰 一个叫阿伟 嗯 就是用这个 这个写法的 那没有峰也是用这个写法的 但原来呢 在古字呢 就是 这个也是礼字 嗯 就是等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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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封鴨 在古代又怎樣 姚教授說 看你有多古 他說 當是禮字用 都三千年歷史 但當封字用都一千年歷史 那你 看你有多古 因為以前古字比較少 以前他講話 當然多 但以前文字 是很合理的 文字 所謂有六二 像形 有些叫轉著 有些叫假象 都是借來用 不過中國字又特別 好像你 紅字 很多 很多 中彩虹 彩虹 有些叫 飛鴻 有些叫 多到不得了 所以 中國 文字有一個特色 就是 一字可以有多音 也可以多字一音 很多字是同一個音 對 同一個字 有兩個音 同一個字可以有 好像我那個 百樂 樂字都有三個音 音樂 一個就是 敬業咬業 人生治水 人者咬生 自者咬水 他已經有三個音 快樂 又一個樂 音樂 一個咬 三個音 所以很奇怪 當你作為一個名字 簡單一點 問問你怎樣讀 對 馬主後來 都寫了封信入馬會 要求那些評述員 讀回到封偉寶寶 這是做法對的 對 因為大家都 你讀我 我讀 不如統一了 根據馬主的意思就是這樣 鄭麥 你所說的 什麼時候回來 7月底 或8月 不過要小心 之前有一位 原本應該做見習生的 回來之後跑步 跑步 因為他要隔壁 因為他要隔壁 不能做 我可以臨門 其實很可憐 你現在的破壞 旅遊氣泡那些都是罰錢 你不用說不讓他做 我想 會不會 可能像一時比一時 當時很緊張 你普通 如果今天去判 羅富泉和葉昌 未必要罰到60萬 罰到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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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也是罰到5千 做到100倍 也不止 你往往看過 氣氛 對 社會氣氛 好像大陸那樣 有一個時代 每個省都要有幾多個執行死刑 譬如那個省很少 殺人強姦放火 隔壁那些 你便不用隔壁 你偷雞便判了你槍斃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 你又要交隔壁 對 這些就是這樣 現在很多大陸 即使 近時差不多必死 現在很多即使 你是殺了人 都未必是判死亡 可能是死亡 又可能是終身監禁 又可能只是判有期徒刑 就是看你的案情嚴重 或是不嚴重 近時差不多一律判死亡 你不要說 剛才說偷雞都可能判死亡 有一套音樂劇 其實做了電影 之前 他的故事背景就是 男主角偷麵包判死亡 知道哪一套 不知道 是不是大陸還是哪裡 在香港 不是在英國 但法國的背景是法國 背景是法國 其實這件事 就是那套 我再說了名字 孤星雷 孤星雷 我以前很小看過 是的 孤星雷 很簡單 這件事 古代也會發生 外國也會發生 不一定是中國 不過 中國也是 自亂世就用重充 你不是亂世的時候 可能會有不同的判法 就是等於你的疫情底下 又會有不同的判法 一樣道理 盧景陽就不幸 他剛剛最敏感的時刻發生 身不逢時 可能那時候 都沒有旅遊氣泡 可能就是 很初期的 就是馬會和政府 聊天 你搞這種事出來 可能會影響到馬會和政府 差點搞不成 差點搞不成 現在搞得成 搞兩三年都很多人不滿 好像說 除了 有的 尤其是那些鬼 很明顯 霍里士 莫丹尼 蘇普羅 蘇普羅 很明顯 就不太 頂得順 那個閉環式管理 人都瘋 是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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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到澳洲 未必找不到 回到柳山 就算找到沒有 香港那麼多 至少我有些自由 我可以見到 不用出街 一定要帶 像你這樣 一出街 要帶口罩 我一口罩 贏了一個場地 十幾萬人上街 都沒有一個人 戴口罩 你有沒有看 是呀 有 所以每個國家的做法 不一樣 是呀 因為有些 就當了 去 封土病 就 就好像 雙方感冒 我覺得我們 有沒有這個專業知識 去判斷 到底是否封土病 也 太短時間去決定 其實所謂專業知識 我 我 覺得 即使是專家 都未必知道 他都有很多說法 不同的專家 他們都未必清楚 因為這隻 太新 太新 只可以說 就叫做 educated guest 即是 這個名詞 即是 有文化的估計 對 大家都是靠古 不過他就是 讀書去古 他有這個學生去古 我認識了一個老友 大家都認識 今集就不說他的名字 他去了英國 帶了一個女兒 我想你也知道 都是中了 中了都沒事 回家睡幾天 吃天啊 那今天就 繼續上學 沒有事 真是個人來的 我有些朋友都中了 但就有 叫做什麼呢 長身官 長身官 即是他們真的有些 即不是醫不到的後遺症 但你見到後遺症 譬如 他們的味覺 真的比起之前差了 即是叫做 其實很快的 很正常的 沒有打了簽 沒有成的 但是這個味覺還是未得的 即是 有人說 長身官 要 讓我來一看 你看我的味覺 要不是我啊 你看我的味覺 說對我有點害怕 唉呀 我真的很害怕你 繼續 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了味覺 沒有了味覺 或者沒有了臭覺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 即是那些不是緊急的 即是他會好回來 有人說會好回來 兩年左右 會不會同一個年紀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一個年紀 一個年紀 很快都好回來 不知道 他們都幾不同年紀 所以 現在 突然間 我忍生到 我想一下 即是我們其實鐵馬 都是一種 鐵馬 剛才我也想說 鐵馬 也是 我們大家都預測不到 不過呢 就 可能 有些人 刨多些 有底 有底 好像你這樣 就知道 有些馬性多些 大家都不可以的 對 都不可以的 對 都不可以的 因為 估計這件事 永遠都不知道 我們很多馬迷 都是根據人性去估計 馬跑跑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啊 很多陰謀論 是的 很多陰謀論 都有自己的根據 但是不要緊的 陰謀論 是很過癮的 嗯 因為大家可以有 無限發揮 無限想像空間 陰謀論的存在 是很好的 因為呢 當你貼上了一隻馬 的時候呢 你買了一隻馬 你不是覺得自己 是很好運 而是覺得 你自己 想到 幕後人的想法 那一刻 很厲害 哈哈 你的陰謀論成立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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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就是很過癮的 馬迷就是喜歡這件事 我想到你怎麼想的 是啊 是啊 是開心的 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是不是真的 幕後人真的這樣想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 有時候我自己都會在那裡 很多小平常 我們在這裏 真的太久了 很多的了 哎 這場馬贏了 都說了 有潘頓就沒有誰 是啊 對 不對 最近潘頓就有一篇 有個報道 他就 咦 他跟莫雷拉 他一直說 他跟莫雷拉的 勞動向 世仇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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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說 他大字標題就說 不知算不算是 即是 盟心去意 那 但是標題就說 他可能是 open 他那個 即是 未來的那個 事業發展 這樣 嗯 我覺得呢 如果不是有一個閉環式管理 大家不用這麼辛苦 就在那裏挖金算 不要搞那麼多 那當你 你 你 各種事情都是說成本的 是 你那個成本是 大了的時候 包括你的 自由都有一種成本 那你的時間成本 你浪費了些時間 是的 如果不是閉環式管理 可能在這個 利用這些時間 可以做得自己開心的事情 嗯 打球 踢球 沒有地方去 是的 那這樣也是 或者跟老婆仔 出去逛逛吃飯 那現在連這個 都沒有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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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就算他真的說真的 暗示些什麼 都不是一件歧視 是的 因為外國人 跟我們又不同 中國人比較緊張 那個錢 多於其他 他們要自由 他有這樣說 他說 I think a lot is going to change in Hong Kong in the next 5 years and I doubt either of us will be here 5 years from now 他說 接下來 香港很多事情 會發展 會不同 他就很懷疑 到底他和摸摸摸摸 五年之後 還在香港 是的 不過他也說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城市 經常 無論遇到什麼 都會回復 當然 你回復之後 是不是跟之前完全一樣 是未必的 但是 總是會回到一個正位 香港 近這幾年 轉變很大 轉變到 有些 我已經 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的想法 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 將來會變成怎樣 沒有人知道的 即是 有一首歌 你唱過一定 什麼 當我幾多歲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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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shall I be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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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 你有什麼計劃都好 其實你都是 不知名簽的 對 對 老實說 今天和各位在這裏 吹水 我待會外出 給招牌 扔下來 就 拜拜 那不是白老 真的白什麼 你說在這裏 真的 一定要說這件事 一件事 好 我最近看了一個Porn Movie Porn Movie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 我知道 小電影 小電影 好棒 最後 那個畫面 就 有一個男星 就坐在床上 工作完了 他就拍完這個小電影 跟著字幕 就打出來 那個製作人 那個導演 那個製作人 他說這位男士的名字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他是我的朋友 這個是 最後一個畫面 看到這個 這個人 這個男星 這個男的小電影演員 他說他今天拍這部電影 很開心 還是面露笑容 很開心 開心的 但是他 跟著那一天 他就變得很悲哀 他選擇結束了自己的心靈 那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我只可以說 我就看到這位男士 最後的一場表演 都是很悲哀的 因為不能看他下一場表演 好了 今天 講得太多了 搞到他 驚到他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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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講到這裏先了 好了 多謝各位 大家留言點贊 課金不玩 拜拜 微信之父 特諾喜歡第四場 四號鑽石腹星 和第九場 七號八心智威 鑽石腹星 决初贏了兩場法郭 一場剛六五零一場千八米 然后主要是在化学局跑的,其中一场跑沙田也是上名跑过第三 主要在化学局跑都是一直上名的,就算前一掌不上名也好 他也跑过第五拿回奖金,上一场跑沙田他的名字是厚一点 但实际上都是输四个多码位,不是太差的 这次回到化学局的形势又完全不同了,我看这一批仍然是一批座位望赢的马 尤其是他输完上一场就很多人会有戒心,令他今次的分头会变得比较可观一些 估计都是有半冷分头,我认为这只马很值得追捧 我觉得他有可能输完一场沙田回到化学局就会施展回马枪,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至于第九场的七号八心之位,就不用说了,我之前其中一场赢我都介绍过 我觉得他四班赢的两场是放头跑,由头放到尾,到三班赢的一场 他因应的档位就没那么好,他不是自己放了,不抢了,留住在四五位之间 直路仍然有冲刺力是赢的,我觉得马尼英学识了流力 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他的状态仍然是趁勇 我觉得一定是打铁趁热博,下季才会正式进入调整或回气期 这场仍然仍然值得顺难,我觉得他留得住的话,冲上来的势都是厉害的 我觉得他很有机会再以下一城 好,白洛草满牙教战,接近季尾,有些邪恋的,有些说玩 有些考虑不玩,其中一个就是苏保罗 苏保罗,苏保罗如果他不玩,可能跟赛马气泡有关的 或者觉得真是闷了,不玩了 但是趁他不玩,他最近那些成绩都没有保留 以前我觉得他的操练比较轻一点,奶奶闲一点 但不要紧要啦,现在是积极了 这次我会比较喜欢去苏保罗 为什么要说苏保罗呢?因为喜欢去其中一只马 第四场的10号,活力得胜 这只马其实是赢过这个路程的 我最喜欢那些轻绑跑长途的 现在就是,他之前赢过一场是133磅赢的 赢过这个路程的 现在就换了这个黄晋,可能是个绑轻那头 轻上加轻,我最喜欢这些 那只差23磅,如果跑这个长途 千八都是属于长途的系列 那换来就挺好分的 那这只马就没什么病痛 那轻绑跑长途最喜欢的 还有支持中国骑士啦,香港骑士啦 那另外一只我会比较喜欢的 就是第七场的9号,红海复星 那这只马就是,上次是蔡明肇骑的 不过就是伤了,伤了之后呢 就去做手术,移除碎骨 所以隔了几个月,一般这些马都比较小心一点 但是隔了几个月,他出来试个杂 可能移除了碎骨,或者以前有些碎骨 跑得不好,移除了碎骨之后呢 试个杂都非常漂亮的,蔡明肇骑 所以这次呢,支持两个香港骑士 把握得好一点的,去试摘都一放到底的 那也都可以留着一点点的 那比较跑法灵活的马来的 那赔率都不会很差啦 那看一下蔡明肇可不可以做摩西啦 因为这只是红海复星嘛,摩西出红海嘛 那大家留意一下这两只马 一只就是第四场的10号,活力得胜 另外一只就是第七场的9号,鸿海复星 谢谢大家